热闹的轮船聚会 服务员小姐姐们都凑在一起聊天 对于这场政治家们的party 进行了一番锐评 政治家的聚会肯定都是老头 非也非也 还是有帅大叔的 不过帅大叔可不在45以上 男性公务员限定邂逅转 小姐姐告诉闺蜜们 自己刚才遇到的那位又高又帅 而且一下就闻出我的香水味了 超厉害 说完他就尖叫起来 就是那个人 正准备给对方递香槟进一步认识时 对方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去把你们船长叫来 邦戴的男人手上绑了炸药 Hello大家好我是老林 今天给大家带来观众老爷 热情推荐的推理日剧 嗅觉搜查官 拥有超强嗅觉的宽叔 和搞笑担当的香川叔 两人搭档 又会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男人跟着刚才的邦戴男 来到了正在进行演讲的地方 这个男人是我们的主角 名叫华刚信一郎 他有惊人的嗅觉能力 能够根据犯罪现场遗留下的气味 找到破案的线索 是一个依靠着嗅觉 来解决犯罪事件的顾问 等到船长一来 他便告诉对方赶紧去叫警察 那个男人的石膏里 藏着塑胶炸弹 船长一脸不屑道 胡扯你怎么闻出来的 信一郎告诉他们 那人身上有三过氧化三柄铜的味道 绝对不会错 看船长不信 信一郎便开口道 你俩俩小时前接吻了 把嘴上还有唾液 唾液里散发着他口红成分 里月桂酸的分解物气味 嘖嘖嘖还亲了好几次 于是我们的小巷达郎警部部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来乡的亲居然还能带到个犯人 这不赚饭了呀 小巷之前一直是组织犯罪对侧客的 这次得到提拔来到了救援室帮忙 他乐滋滋来到新的办公室 殊不知自己来了这里是帮忙擦屁股的 顶头上司上边一郎严肃地告诉他 咱们这是秘密部署 负责解决那些难搞的复杂事件 除了在场的其他三名队友以外 还有一个招牌 从美国研修归来 FBI记录在册的精英顾问华刚信力老 他是个靠嗅觉破案的男人 救援室的工作内容很简单 就是在犯罪现场没有指纹和脚印的 其他证据的时候出马 找到破案的关键 说时时内事快 正巧有个案子需要他们 于是小巷几人便来到了案发现场废弃建筑工地 被害人是左鸟建设的左左幕号53岁 昨晚的11点左右被犯人带到这里之后 头部击打至死 除此之外这起案子还是连环杀人案 这已经是第三名死者了 之前死的有设备公司部长 以及这名死者顾问公司的董事 他们的死状相同 都是眉毛中间被打出一个董 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共通点 站在小巷身边的是同事 早见友离和戏警姓三 三人正讨论着案情 信一郎已经带着一副墨镜霸气地走过来 只见他掏出精致的小物件 趴击一下就把鼻塞给取了下来 友离解释道 他平时都是把鼻子给堵起来的 信一郎闻一下嫌弃地看见小巷 你今早和你七十岁的夫人拥抱了对吧 小巷下一条立刻解释 那是我妈 我是单身 但不得不佩服这男人是真的牛 说回正事 因为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搜查一刻头疼不已 所以才请了他们出马 信一郎闻了一下便带着众人来到了楼顶 告诉他们死者是从这边被推下去的 犯人是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 没有吸烟经历 家庭收入不高以及对方有胃亏眼 看小巷满脸问号他解释道 年龄是从家龄臭的源头囊囊的气味推断出来 犯人身上中年时期特有的二乙鲜气味会更强一些 还有就是甲流鸡饼权和变质的油 干面的气味应该是对方吃的泡面 从气候强度上来看犯人应该经常吃 另外他还嗅到了沾有血液的铁的气味 那是一种由皮肤类汁和铁产生反应形成的 胸气应该是介入锋利的铁气 也就是钉子 小巷还在一旁嘖嘖地撑起 一只鸽子忽然飞了过来拉了一泡在他鞋上 他猛地一甩直接给信一郎甩了一脸 这不是最难受的 最难受的是信一郎对鸽子过敏 回去的路上不停地打喷嚏 小巷带着他去找自己认识的美人医生默用游记 一想到要见到对方想象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游记听到信一郎的超嗅觉也觉得惊讶 人类的嗅觉受体能够感知气味的蛋白质有800多种 但有近乎一半都处于休眠状态 而信一郎嗅觉很灵敏 正是因为另外一半蛋白质也在活动 信一郎告诉他 美国的机构说他至少870种 游记听到以后直呼牛逼 不过 自己喜欢和自己家狗基吻的事就没必要说了吧 好家伙咱宽叔又演了一个嘴上不饶人的角色 回去的路上小巷埋怨道 早知道不带你去了 这下美人滤镜全破灭了 美好的早晨是从一杯用烧杯煮好的咖啡开始的 当然要是女儿没有一声不吭又溜进自己家就更好了 一睡醒女儿就开始对他 说他这种无法理解他人心情的人 多研究点感情的气味挺好的 女大不中流啊 他一闻就闻出来女儿 最近在和20多岁爱抽烟的男人耍朋友 梅里打开电视新闻正在播报 凌晨时有一辆车子在街头抛洒万元日币 还声称这是清洗日本的钱 这时候信一郎接到电话 又发生了新的案件 这次的死者是房地产开发商 凶手作案手法也越来越凶残了 绣纹尸体之后他来到了死者被捆绑过的地方 杂物堆上之前应该放了满满一袋子钱 这种味道的来源应该是废料工厂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他辨别不出来的味道 为了找到气味的来源 他们走访了多家废料工厂 同时庄前行李箱里上发现的指纹已经有了比对 来源是一个叫做找田秀夫的38岁男人 有消息称他藏身在机场附近的格兰航空酒店里 准备逃往泰国 此时警示厅已经紧急部署警力前去抓捕 要说这种情况下 他们应该直接去机场酒店抓人的 信一郎却阻止了小巷告诉他 咱们得继续去找工厂 其实只要在犯人招供的时候问出来就行了 但信一郎啄得很 他非得知道自己没闻过的气味到底是怎么来的 警方这边已经顺利抓到了房间里出来的男人 但男人却说他并不是找田 而信一郎也在兜兜转转了几圈以后 找到了那股气味的来源 他们眼前的男人就是凶手 信一郎告诉小巷以后就火速溜走 独留小巷一个人在看到对方开着拖拉机来拧自己 他开了一枪 没用 小巷吓得嗷嗷乱叫一溜烟进了车里 结果两人都被车子上的磁铁给吸起来了 得到救援才下了飞车 黑夜调查以后发现之前抓走的那个男人 在找田穷困潦倒的时候 花钱买下他的身份做了很多的证件 想用他把海外有问题的钱全都带回来 那家伙以生产废弃物处理费的名义 将那笔钱骗到手 将多的钱用到贿赂里去了 而其中一个处理费作假的工厂就是这里 除此之外 他们有组织地进行大型的案地交易 将其中所得给政治家钱做贿赂 所以这起案子的被害人都是和这件事有关的 被害者们在把这个工厂当作牺牲品的同时 也同样地夺走了找田的户籍 值得注意的是工厂社长封肩不见了 信一郎顺着气味找到了凶手的藏身之处 发现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国会议员大山梁草 大山还在镜头前假惺惺说自己为人民鞠躬尽瘁 犯人盯上自己肯定是因为犯人缺心眼 找田听完只想骂娘 众人这时候已经查到了找田的资料 公公大毕业是个脑子很聪明的人 但是却不被公司重用 之后一直在跳槽 最终混到了废弃金属处理厂 本来那地方就是他唯一的藏身处 现在还被狠狠地利用所以他就崩溃了 小向觉得杀人动机怕不就是愤怒 而且那个叫做封肩的社长现在还下落不明 他说对方住院了说不定都已经被他杀掉 他们在桥洞下找到了犯人先前使用的货车 闻了以后信一郎告诉小向 犯人用这个东西运输了炸弹 他闻到了有机溶剂饼铜盐酸硫酸的味道 那家伙制造了伤炸药这样炸弹极其容易爆炸 他绕到驾驶座捡起了地上残留的纸壁 上面有车轮的润滑油还有刹车装置的味道 这是电车的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未知的气味信一郎也没闻出来 他决定用实验室调查一下 将纸壁上残留的泥土刮下来以后加入各种溶剂 最终分解出了最纯净的气味 那是隧道一类的地方繁殖的铁细菌的一类 这种气味只有地铁才会产生 犯人吓到了铁轨上面 所以刹车油才附着到了他的鞋上 但是正常的铁轨走上去是会触电的 所以信一郎告诉小向 犯人在那里待了很久肯定是废弃的地铁站 附近的废弃地铁站大概有三四个 走访几个地铁站以后还真抓到 不过只不过被抓住的是小向 找田站在上面告诉他 这到处都是炸弹引爆装置就在自己手上 倒计时还剩下九分钟 大山此时跟着一众议员就在上面的神社里 小向还打算让他赶紧去通知其他 结果找田警告他们要是赶自己 现在就引爆炸弹 小向为了活命只能夸 结果找田却说封建也是这样 明明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还可怜我 就知道考虑明天能不能吃上饭 他活着根本没意义 所以才会被别人百般利用 最后连工厂也被夺走了只能在失落中死去 而我和那个老头不一样 我不要默默被杀 我要革命改变世界 用这些垃圾来改变世界 信一郎却说 如果你死了的话 那个叫做封建的大叔会很伤心的 听到信一郎可以通过气味来了解情况 他便丢给了对方一把钳子 让他试试看能不能拆掉自己的炸弹 这个炸弹一共有四条回路切断一条回路 就会连接到另一条回路 要是搞错一根就会立马爆炸 时间还剩下七分钟 信一郎冷静地看着他说道 我的鼻子能告诉我一切 包括你的感情和所有事 毕竟人类的感情就是这样的 脑内神经地质与荷尔蒙引起的化学反应 会引起代谢的变化 而这些代谢物会散发出气味 他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了 比如他说要剪黄色钥匙对了 他就会说散发动摇的气味 信一郎本人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 但他可以通过出题人知道 毕竟气味不会撒谎 信一郎就这么顺利地剪下了第一根黄线 找田决定不再去看信一郎的选择 避免出现落魂 但是你拦不住信一郎的嘴巴 就这么一来二去相互刺探下 来到了最后一根 他告诉找田 在五种感官中只有嗅觉能够直接传达到 被称为大脑边缘系统的这一人脑中最古老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也被称作爬行动物的大脑 只要一闻到气味 就能够瞬间回忆起几十年前的事 你也是对吧 小田闻言便想起了 封建以前安慰自己时的样子 对方很善良时常鼓励他 只是遇到了一点挫折而已 他肯定会有机会重来的 倒计时30秒信一郎知道了 是红线 看着自己的计谋被信一郎拆穿 恼羞成怒的找田举起剪刀就冲过去 小象神来一脚给他摔了个狗吃屎 特种部队已经感到他的阴谋 也就这样被扼杀了 临走前找田询问信一郎 难道真的知道自己的想法 信一郎告诉他 其实现场一直有一个自己不明白的味道 也就是广惑香叶子的味道 但现在他知道了那是生发水的香粉 你脑袋上的帽子是封建的吧 闻言找田沉默了 那正是勾起他回忆的味道 他杀人的真正原因也是想向封建报恩 之后大山热烈欢迎了几人 信一郎兴致缺缺 走进了办公室猛的一席表示 所导送的那笔钱是吗 哗 议员受贿大新闻了 闪光灯立刻趴唧趴唧 开始拍下着历史性一幕 又是一个美好的清晨 又是自家好姑娘来借宿 不通知自己的一天 梅里一睡醒就看到了 父亲脸上的巴掌印 这巴掌印咋来的呢 前妻找不到梅里赏给信一郎的 他极主要还是因为有传言说 女儿在吸麻药 但信一郎闻了一下 女儿身上的气味 告诉他是子虚无有 离家出走也是因为叛逆期 而小巷这边一大早 就在被母亲催婚催相亲 还给他带了不知道 从哪被骗买的结婚石头手链 就是这样平静的早晨 一个男人却被狙击手 暗杀在了喷水池的旁边 死者名叫赤史何元阳三 65岁是山济重工的会长 一听到又是个大人物 有离救头疼媒体肯定又要骚动 信三告诉他们 犯人应该开了两枪 第一枪没打中 落到了那边的水池边上 尖时刻正在进行调查 据说有可能是来扶枪打的 按照方向应该是那边的大厦开的枪 小巷一看好家伙 你别骗我那么远怎么打 无奈之下他们只有给新一郎打电话 了解到情况以后 他便跟着对方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取下鼻塞猛的一文转头 看向小巷你昨天去相亲了吧 恐怕还是45岁以上公务员限定 并且离过婚的人也能参加的活动吧 小巷老脸一红 还被新一郎吐槽身上味道太杂 影响自己呼吸的效果给赶走了 还是留下了一点点 这说明凶手在这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最少有4到5个小时 犯人是40岁左右的男性 抽烟抽的是长红是外国产的烟 还有蜂蜜和炭的味道 以及食辣和聚饼吸酸钠 杏三询问的聚饼吸酸钠是什么东西 有力告诉他是可以吸收水的东西 尿布室里面就有 案发现场距离死者被害现场 有700米对方开了两枪 一枪虽然偏了 但也不能保证第二枪就是碰巧 犯人可能是个外国的拥兵或者军员 结束勘查以后 新一郎又来到医院找尤姬拿药 顺便小小抱怨了一下关于女儿的事 尤姬听到这家伙竟然结过婚时 直接白眼一番 告诉他感情散发什么样的味道 不是他无法断断 而是他根本没有试着去理解那份感情 不过他的状况有在好转 所以尤姬给他减轻了用药 新一郎闻了闻发现小巷竟然来过 看了眼就知道这家伙不会血 从兜里掏出了作为蟹里的有机巧克力 他通过尤姬的的新陈代谢 也闻出来他喜欢吃这个 顺便还说你今儿还吃了韭菜炒猪肝饺子 配炒饭和三颗去除口臭的药丸没错吧 要是眼神能攻击人 此时的信一郎怕是已经千疮百孔 小巷这边和尤姬两人在靶场练枪 尤姬觉得小巷打的还是挺准的 但是到了现场就不开枪了 正想问他为什么 不远处走来了两个同事 一看到小巷就开始嘲讽说 呦这不是野猪小哥吗 枪法是挺不错 只要对方不是活物还是能打中的吗 说着就一番讥讽以后离开了 有理有些不解野猪小哥 难道意思是说他形势太鲁莽了 信三赶过来告诉他们解剖结果已经出来了 取出来的子弹是美国制造的M40来伏步枪 这把枪在越南战争时期投入了实战使用 如今在发展中国家流通贩卖 所以有可能是通过暴力团伙购买的 文言信一郎问到难道是黑道犯案 信三摇了摇头告诉他不可能 能够在700米外一枪打穿目标的脑干 这人肯定相当熟悉来伏枪 说着小巷还给他炫了一波紧 知道枪是M40来伏枪以后 现场的味道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旧款的枪械需要在子弹上涂石拉来防止卡壳 看他这么懂信一郎难得佩服起来了 小巷也嘚瑟地说 毕竟我也是曾经玩过手枪设计的 一旁的法医忍不住拆台刀 略要好不容易进入最终选拔赛 一到现场就搞砸了因为肚子疼对吧野猪小哥 听到这个称号信一郎就来了兴趣 法医道也不在意继续拆台刀 之前小巷接到报道来到现场看到一只野猪 被吓得朝他打了一缩子子蛋 结果全都描编了 而且还是大白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从那之后小巷看到会动的东西就害怕了 不过当时那头野猪被当地猎虎 做成了牡丹锅他还挺爱吃 眼看话题越跑越偏他赶紧拉了回来 告诉他们死者在山际重工主要负责战斗机研发工作 有猜测称就是因为这个 他才被武器商雇佣的杀手盯上 这么说来花蜜和碳可能是黑色的润滑油 信一郎告诉他们 为了阻挡光反射大联盟的棒球选手 都经常会在眼睛下面涂点这个东西 狙击手有时候也会涂 纸尿裤就更好解释了 真正的狙击手会静静地盯着目标 好几个小时不动小便也就这么排出去 而且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地面这枪是试射 通过观察第一发子弹的着力位置和情况 迅速将射程距离 风速 湿度 斜度 重新测量并进行调整 第二发正中目标脑干 小巷提了一嘴就算是专业的狙击手 瞄准头部的射程也在300米以内 这个距离以外一般会瞄准对方的胸口 可他却一枪打穿了脑干 这是专业狙击兵的手法 日本虽然没有专业狙击兵 但是有与其水平相当的人 与此同时东都银行的门口行长也被一枪毙命了 众人火速赶到现场小巷告诉信一郎 凶手装扮成清扫员 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待在这里 案发后有人看见他从这里出去 但这天并没有预约人来清扫 鉴定组的询问他们来这还干啥 什么证据都没有连个指纹都没有 信一郎不屑到这里被密封 不久前凶手才在这里开着枪证据 简直不要太躲好了 信一郎找到了对方开枪的地方 并且不久前弹壳还落到了地上被犯人给抢走了 接着他从另一头推着车离开 这里有蜡烛和冰曲脉的味道 这是一种种在海边开放的可爱小花 犯人的大概位置应该能查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凶手是日本人并不是外国的狙击手 因为他身上有股日本人独有的发酵味 闻起来特别像酱油 凶手准备小花不是为了送给对象 因为他是单身和你一样 小巷听完不服气地离开了 从楼下看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回家就翻起了以前的照片 老妈还以为是他这次相亲对象 要看寻思着自家孩子终于开窍了 结果他只是在找自己以前好友的合照 右边的眼睛一听他到现在还没结婚直接乐了 不过小巷此行是来找另一个人掀起 对方留的电话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眼镜告诉他 听说先其自从辞职离开自卫队以后 就去了美国从军 这些都是六年前发生的事 眼镜还记得先其结婚了 有个叫做夏美的可爱女儿 总之过得蛮幸福的 小巷问了这不就和新衣郎当时推测的相悖吗 另一头两名被害人的关联也已经查出来了 他们曾经都是启明大学的童年级同学 在同时期担任举办童窗会等各种活动的启明会里是一职 小巷这边从被害人家属那里了解到情况 两名被害人都是好友 他们的合照里面还有一个人名叫大藏先生 这个男人辞掉了防卫省的工作 目前是国家警备保障的顾问 三人之间亲密无间 照片背景里的邮轮也是大藏的 不过他们很快就说看海看女儿 之后就卖掉船去打高尔夫球了 借着这个氛围信一郎也好好的闻了一下 原来悲伤是这个味道 回去以后他们有得到线索 大藏防卫省因为地皮的事十分生气 期间那块土地一直都闲置着 也有传言说是因为有黑社会在暗巷操作 总之地皮的市山级重工和东都银行都有所牵连 他们怀疑是大藏因为地皮的事和兄弟俩闹崩 这才买凶杀人 结果话没说了句 大藏差点也死于枪下 瞬间洗脱了嫌疑 来到刚才狙击手待过的地方 他们捡到了一张手帕 这张手帕被信一郎带回家进行了化学分解 同时小巷他们也没闲着 他通过自己以前在组织犯罪 对策科士认识的朋友那里了解到 有可疑的人从他那里定了来扶枪 线人告诉他那人就连枪声要多少灵敏 都是无据细地写出来并活 因为很少见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据手下说那人看上去不像黑社会的 刚一下车他就和信一郎的女儿没礼擦尖而过 没礼给老爸打去电话却一直没有被接通 下一秒女儿就被小混混男友给拐走了 信一郎这边还在沉迷实验无法自拔 直到小巷上门拜访 他才注意到女儿给自己打了好几通电话 不过破余的眼下案件 他只能先无视电话告诉小巷 布条上有心腹灼上去的土的气味 在壤土土质的土壤中包含着火山楂的宁辉岩 从地质上判断是在三浦半岛的周边 除此之外还有沙岩被海风风化的气味 与蜡烛这一点结合起来的话 就是海附近的坟墓 小巷还在琢磨着电话忽然响了 黑夜告诉他们关于那个原自卫队成员先起 他们查到了一些东西 先起从路上自卫队退伍以后 同年的8月他的女儿夏美夭折了那时才6岁 死亡原因是在游泳的时候被鲨鱼给咬了 当时的报纸也大幅报道了这件事 夏美的右臂被鲨鱼咬住就这样密死 有可能是因为独生女儿在这件事上大受打击退伍 还有她的妻子也在去年秋天在东京的医院内去世 之后她就拿着观光签证去了美国 在签证快要过70回来 上个月她刚回国了 小巷文言告诉他们立刻去查一下夏美的坟墓 可能在三浦半岛附近 看星一郎一脸豁然她解释到 他们是在奥运会强化核磁训练中 住在同一间房间的室友 她的项目是手枪射击而掀骑的是步枪射击 她记得对方是个很优秀的人 明明在自己最终选拔中落选 而一直安慰自己到最后的她 现在却这样了 林园管理人告诉他们 夏美的墓地刚修好时掀骑一直来祈祷 果然夏美地墓碑旁边种满了石珠花 除此之外还有两颗用蜡烛浇灌的蛋壳 管理员告诉他们 三年前修好的墓地 起初他们夫妻俩一起来后面 就只有一个人了 真是可怜啊 新一郎文言询问到这附近有鲨鱼 管理员听完以后 已经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 便告诉他们不是鲨鱼是船 他女儿被卷进了船的螺旋桨这件事 这里的大家都知道 要是被鲨鱼咬胳膊 不会被伤成那样的 大家一开始都以为 夏美是被卷进了渔船的螺旋桨里 所以渔民和警察都在找肇事传之 结果到了第三天 还是第四天的时候 突然就不找了 然后就在第二天报纸上 这一场父亲失去女儿以后的复仇行动 这时候信三给他们打去电话 大脏好面子说什么 安保公司的老板躲起来会遭人笑话 已经跑出去参加警备见的下水仪式了 为了以防万一警示厅的特殊搜查班 也在待命中 得知地点以后两人火速赶了过去 此时的掀奇已经在树上待命 他亲吻着手中的十字架 怀念着自己的女儿 鲜红血液的触感现在还历历在目 警员们的态度像是尖刀一样 刻在了他的心里 而他现在要将尖刀所带来的疼痛 加倍偿还给肇事者 有离打电话通知他们 夏美出事的时候是2013年的8月4日 第二天大脏就把自己的游艇给卖掉 身为当年的好基友 小象不希望掀奇再错下去 便大喊一生众人迅速爬下 一枪打空掀奇意识到自己被发现 立刻逃离了现场躲进了山洞里 小象隔着浓浓雾气只能和他隔空对话 他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又说他的事儿自己也很心痛 但是不能再增加受害者 他要是继续自己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勤政浓士信一郎居然走了进来 在这种雾气萌萌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 他的嗅觉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指了指前方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掀奇准备开枪 但小象快的一步已经扣下了单击 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 所有人都在紧急戒备的时候 信一郎闻了闻空气 大摇大摆地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他说自己闻到了眼泪的味道 小象让众人撤退自己 自己手持着枪和昔日的好友对峙 他知道对方不会开枪 于是便一步步走了过去告诉他 复仇已经够了 你女儿已经哭了不是吗 纵使枪支是冰冷的 但持枪的人却是有血有肉的 掀奇最终还是放下了枪 被担架抬出去 使小象向他道了生前 掀奇告诉他自己 总能在屋里听到女儿呼救的声音 但他却无能为力 信一郎抬头看了一样 洒下来的阳光告诉他 雾散了 一切都过去了 掀奇这才闭上了双眼 东京美术馆即将召开 著名画作《罗夫克洛伊》的展览 信一郎和主办方报社的社长 有点关系就拿到了 邀请了游记一起来参展 两人关系好了不少 游记看到他取下比赛 去绣纹油画上气味时的样子 都觉得过分可爱 他看了一眼眼前的话 说了一句已经死了 游记以为他说的是画面上的人 信一郎却解释说 他说的不是人是这个颜色 丙溪化的颜料 是在丙溪乳胶里 混入色料做成的 他掩盖了别的气味 夺去了画本身的独立性 而相对的油画的颜料 就很有个性 他非常的喜欢 游记也学着他的样子 去绣纹味道 两人都觉得对方的样子很可爱 这时身后忽然来了一个白发大叔 他说你俩还挺特别的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通过气味来鉴赏绘画 信一郎说 伟大画家的画作气味 非常好闻有天台的香气 没想到大叔听到这句话 居然不屑地笑了笑 这时候重头戏来了 所有人都围在一起等待着 馆长掀开幕布 给大家一包眼福 馆长站在台上解释道 这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从法国没收走的 日本为之骄傲的画家 左博云天的作品 而这次他作为德日友好的证明 被送还了日本 他希望能通过媒体之手 让更多人观看到 这幅真正的艺术品 掀开幕布快门声 就此起彼伏 馆长为了此次首次披露 还在另外的会场准备了点心 等到短暂交流过后 他们就可以进入采访时间了 众人拍完照后 便离开了只留下信一郎 两人站在画前 信一郎正准备站在前面 猛猛呼吸一下 天才作家的美妙作品 却发现台子上 展示的是一幅假画 听到这话一旁的馆长 和保安权都震惊了 你他妈说啥 小湘的母亲 正在给自己的儿子 会做单身前的 最后一幅画像 让她赶紧把那张老脸 给笑起来时 小湘忽然接到了组长的消息 让她赶紧看电视 她打开一看才发现 信一郎火了说人家画是艳品 当然信一郎也不是胡周的 台上那幅画 散发着丙溪的气味 但是丙溪是1940年代后半 才被开发出来的颜料 左伯云天没有用过丙溪 这不仅仅只是艳品的问题 日后有可能会发展 为国际性的问题 当然小湘的注意力确实 这家伙为什么 和有机一生待在一起 组长都要急哭了 自己职业生涯 怕是要活 哦 还有小湘的 小湘赶紧表示 自己立刻去联系那家伙 组长转头一脸 天然地表示那家伙谁呀 啊 什么呀 是你过来的吗 我怎么不认识啊 接着穿剧便脸道 不解决这件事 你跟着一块 被丢到天涯海角去吧 小湘气得牙痒痒 周围的其他组员 也忍不住吐槽 组长又用这招实 再是太差劲了 一见面小湘就问 他为什么要当众说那种话 新一郎翘着二郎腿 表示我只是实话实说了 而且伪造名画 可是犯罪呀 你难道不管吗 小湘表示 啊 你这么说 确实比较麻烦 一听这话 新一郎不高兴了 你呀居然质疑我 接着便愤愤离开 两边都碰了一鼻子灰的小湘 又辗转来到了文科省 文科省的人 也没有给他好脸色告诉他们 要在事态变严重之前 赶紧解决掉这件事 馆长走过来告诉他 这幅画在被送回来之前 也在德国进行了科学鉴定 证明了确实是真品 但是他们将在日本通过文科省 再进行一次科学鉴定 文科省也做好了鉴定 结果一出就以名义损害 来控诉新一郎 馆长通过记者发布会表示 文科省进行科学鉴定 通过对运笔使用的颜料成分 还有表面自然老化程度的调查以后 确实的那幅画是 大概就是那些画的是正题 而文科省将向东京地裁提出 诉讼追究其损害名誉的法律责任 一听这个信一郎反倒闹起了脾气 大呼小叫到自己的鼻子 绝对不可能触发 他怀疑是文科省的人 在舆论发酵以后 又偷粮换柱换回来 他义愤填膺来到美术馆 结果被驱至别院 好在那天的大叔忽然出现替他解了危 还带着他去了自己的工作室 倒了一杯咖啡 大叔对咖啡那是相当讲究 听到信一郎说出咖啡成分 他夸赞不已 说回到那幅画上面 其实他也有些怀疑 是否是自己看错了 那并不是一幅真品呢 毕竟绘画这类作品 主要还是要看目录 换句话说 只要有目录 几乎没有人能分辨出画作的真伪 就算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美术馆 也有可能会将艳品当作真品 大叔表示 既然你能用鼻子分辨真伪的话 你能用眼睛来辨别吗 信一郎看了一眼 表示确实不好分辨 大叔告诉他 其实我们又该如何去分辨真品呢 伦伯朗曾让弟子们 临摹自己的作品 因此有许多的画作 根本看不出来与真品有何区别 而进行绘制的样品 不也能够超越真品吗 说得很感人 信一郎却给他一句不可能 艳品就是艳品 自己当时看到的那幅 绝对就是假的 大叔脸都黑了 因为事闹大了 连前妻惠美和女儿 美里的资料都被扒了出来 他带着美里一下楼 就被记者围得团团转 这是越闹越大 小巷告诉组长 咱们不是没和信一郎签合同吗 你就当不知道他不就好了 组长觉得这话在里 两人瞬间爆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一旁的三人忍不住吐槽 哎呦那俩人怕是彻底黑化了 信三立刻拍了张照留作纪念 接着小巷又来到了信一郎的家 希望他能公开去道歉 这样说不定对方就撤死了 一番苦口婆心地劝阻 以后信一郎却告诉他 我说的是实话为什么要道歉 去考虑人家的心情 信一郎告诉他那副样品 做得非常逼真 证明原作者是用心了的 而他又哪里来的热情 去制作这份样品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黑社 在美术界有个庞大的地下交易市场 而左伯云天的话 在那里价值不低于20亿 所以他们准备卖掉真品 才制作了艳品 不管是交易真品还是制作艳品 幕后肯定有庞大的组织牵涉其中 而这也将成为你立功的机会啊 小巷 转天两人就乔装打扮一番 伪装成记者的样子 混进了美术碗 馆长又一次给大家展示了那幅画 还阴阳怪气闻了一下 信一郎一闻 这不还是艳品吗 但有点奇怪的是 这幅样品有点自然老化 造成的细微裂痕 信一郎心中有了点眉目 他来到了色彩化学研究所 从权威学者那里确信 颜料的自然老化痕迹 和绘画表面的裂化痕迹能够稳造 学者问他 你知道油耗颜料的弱点是什么吗 干燥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他站起来告诉两人 大概十年前有个修复画作的公司 来找过自己 让他开发一种有素干性 能够快速凝固成型的颜料 当时学者也是一腔热血 想着要是这种材料被制造出来 那无疑会成为世界范围的热卖产品 所以他试着把缩酸纸和丙细酸 混合在一起 加进颜料里面 由此形成了素干性的颜料 不过这种颜料也有弊端 因为干得太快 所以马上就会出现裂纹 最终就失败了 两人一听 这不就成了吗 颜料出现的裂纹 就和自然老化一样的现象 所以那幅画的自然痕迹 都是稳造的 学者还记得那家公司叫做一早 两人火速决定调查一下 这家公司还有那个美术馆的馆长 谁知刚开始分头行动 信一郎就被人给打了 对方拿着枪让他不要再多管闲事 还将他的鼻子给打伤了 同时小巷他们也在调查了 那个女馆长以后 发现他不简单 他独自一人住在 价值5亿以上的豪宅里 国客上全都是海外旅行和美食内容 父母是很普通的上班族 所以他根本没有钱 去做这些奢侈的事 而他之前所在的公司 也只是个修复化的 现在还倒闭了 把花卖到黑市里 并从中赚钱 对于他一个馆长来说 简直是在合适不过 小巷不敢相信 这么漂亮的美女 怎会如此 爱等等你刚才说到的 修复化的公司是 一看到一早 小巷终于认了这女人 就是个蛇蜻美人了 信一郎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要是她的鼻子受伤了 可就再也没法闻到那些气味了 而且不好说 能不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子 过两天信一郎来到了 大叔的工作室 和他聊到了说起了那个公司 大叔告诉他自己之前 就在那所公司里头工作 信一郎将开发新颜料的事 说了出来 其实他主要是想说 最开始他在找到那幅画的时候 发现上面有一些轻微的气味 他在大叔的指尖 闻到了相同的味道 原来是素容咖啡 他记得大叔曾说过 自己对咖啡有着极致的追求 所以在他身上 闻到素容咖啡的气味 就有些奇怪了 大叔告诉他 如果时间充足 信一郎告诉他 其实自己了解到 有些画家为了让画面看上去做酒 会往上面泼咖啡 大叔询问道 你的意思是我制造了艳品 那你能从我身上 闻到艳品的味道吗 信一郎告诉他 真不凑巧我的鼻子 现在不灵光了 于是大叔便给他烧了一杯美式咖啡 一边喝一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在十岁的时候 就下定决心要当画家了 从那以来的十五年 每天都在画画 大叔自嘲地笑地笑说道 也就是说我花了整整 二十五年时间 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天才 是必须活下 转天小巷和组长来到美术馆 一个土下坐向两人道歉 希望他们撤销诉讼 信一郎本人也在电视上公开到了钱 眼看着这起风波尘埃落定 馆长也下定心思 要将正品给卖出去 半夜驱车来到了大叔的工作室 准备取走纺织的鲁夫克洛伊 下一秒小巷和有离就走了进来 在馆长惊诧的目光中 小巷解释道很抱歉我们设了个局 之前因为没有确切证据 所以没法抓他们 而且开庭审理法院 肯定会对那幅画再次进行鉴定 如此一来就肯定需要有真品来做对比 也就是说鉴定结果出来之前 真品不能进行交易 但是如果他们道歉了的话 文科省就会撤锁 这样画就能再次进行交易了 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 馆长承认自己输了 真没想到他们的料到这一步 就在这时身后的大叔 忽然拿着刀把馆长当做了人质 威胁他们不准动 还让信一郎在鼻子 没有回复嗅觉的情况下找到真品 艳品就用刀划破 这要是划错了就记了 信一郎没有丝毫犹豫 就解决了第一幅 这幅身体的线条有着微妙的区别 这幅皮肤的颜色不一样 接着是第三幅眼下 只剩下了最后两幅画 这也是大叔最得意的至高节奏 他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经历 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作品 也就是说从自然老化的程度 也分辨不清真品和它的区别 小巷赶紧表示 大叔你很牛啊 伪造技术世界一流 大叔自信道 自己已经超越了云天 从今以后自己的作品就是真品了 自己是个天才 信一郎趴击一下 就把那副至高节奏给破坏了 大叔人傻了 他的青春结束了 不对 梦想破灭了 大叔眼中满是不甘 但他还是想知道 他怎么找出来的 难道真的没有天才的气味 信一郎点了点头 其实不然 真品画作一般都会使用 绣甲烷防腐剂来精心保存 所以几乎没有多余的味道 而艳品里则是沾满了 这个工作室的气味 之前自己说错了 不是速容咖啡 而是起立马扎罗咖啡的味道 大叔大概只为了自我陶醉 所以一边端着喜欢的咖啡 一边端向着这幅画吧 所以对于他来说 这不是艳品 而是一幅特别的话 之后他又请邮寄参观画展 好妈又发现了艳品 邮寄一脚过去 有你这么约会的 自个儿趴着去吧 平静的夜晚城市里的某处 却杀意躁动 真爱教团的教主 德大四赵子 以及觊觎着他接班人位置的干部们 此时全都汇聚在一起 今晚他们将决定 教团的下任教主 因为是三十万信徒的 宗教教主继任一事 公安还专门邀请了 救援室的众人一起在外面盯着 这一盯不得了看到个老熟人 小巷一惊 耶 信一郎你小子过来干啥 信一郎也不是下来 是受了赵子的邀请 因为真爱教团的二号人物 大圆叶子在一个小时前 被人杀害了 所以赵子希望信一郎 帮忙调查找到凶手 并且这件事不能让公安知道 信一郎走到尸体旁边 取下了鼻塞凑纹了一下 告诉几人犯人是个男性 无吸烟力士 除此之外还有胰岛素的气味 因为患有注射胰岛素 死者是被塑料绳勒住脖子致死的 死亡时间大概是六到七个小时前 死亡地点不是在这里 有丁锡机态内止药品的味道 这是一种从植物中抽取出来的腥味 成分是不要的原理 还有维他命的气味 所以死者大概是在类似 制作不要的工厂被杀害以后 才被搬到这里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和真爱教十年前死掉的干部身上气味一样 但那个味道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到这信一郎能做的他都做了正准备走 啪叉一身攻安全都冲了进来 在场所有人都以杀害叶子的嫌疑被抓到了警局 女儿彻夜未归爱你心切的片山来到了信一郎的家 结果从女儿的口中得知 这家伙一晚上都没回来 梅里立刻调侃道 说不定是在别的女人家呢 之前老爸和尔比侯科的一个女医生一起去看了美术展 看着老妈脸上五颜六色的 他就知道老妈果然还是在意老爸的 他俩刚脑补完一出大就发现是等于信一郎上电射 还是以尸体遗弃罪嫌疑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上 不过信一郎很快就洗脱了嫌疑 只是作为教主的赵子就没那么好运了 警方怀疑他还怕被叶子谋权篡位所以才下杀手 赵子告诉他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并且真爱教只会救赎不会杀人 说回到真爱教团上 真爱的意思是True Love追求真实的爱 教团创始人德大司赵子在自己30岁的时候 说得到了神的告知 而开创了新兴宗教 大概是说被真实不求回报的爱 这种好听的话吸引了所以很多年轻的教徒 而且这些教徒非常的狂热 只要是为了教主什么都做得出来 十年前就曾发生过 教团干部因为轻化甲而可以死亡的事件 之后也有数名干部失踪 这几年还有在密谋推翻国家的传闻 所以公安相当地关注他们 为了搜寻那股不知道是什么的气味 信一郎和小巷来到了 当初为教团提供资金制造生产强壮剂的工厂 他从叶子身上闻到的丁锡基本派的气味 是作为强壮极原料的植物 他猜测那个植物可能就种植在这座护山里的某个地方 而这里可能就是案发现场 他猛的一息果然又发现了跟十年前那起案子 一模一样的味道 他跟随着对方的脚步一步步朝着一旁的杂物堆走来 这时公安给小巷打去电话说教团的三号人物 曾经是死者叶子的护花使者 前几天他就不见了踪影这个男人就是凶手吗 信一郎点了点头说没错 小巷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才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也死在了杂物堆里 类似进口的塑料绳上又有那股味道 而这头因为都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真哀叫的成员都被放走了 晚上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案子 目前最可疑的就是松平 因为那家工厂之前是他在负责 但米仓却替他开拓道 松平狠敬仰叶子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他们不能借助警方的力量 所以赵子决定继续让信一郎来帮忙找出叛徒 信一郎将作为凶器的塑料绳带回了实验室 但不管如何分解他都找不到那股味道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 对方警告他不要再管教团的事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小巷 他希望小巷能来给自己当保镖 毕竟自己不能这么轻易地死去 小巷一听 你几个意思等于我就能随便死是吗 信一郎表示你没有结婚死了会成为鬼怪出来晃你的 小巷一惊 万一我成帝复灵了咋办 还没斗嘴完他们又接到通知 松平被人勒死在了垃圾堆了 信一郎一到现场例行公事吸一口 一口直接上头 反正能确认的是哪个凶手有糖尿病 不如找医院要病例资料 小巷说你不要开玩笑三十万信徒 我拿什么给和你查 晚上信一郎又约了邮机医生一起出来闲聊 顺便说到了十年前的风光伟绩 三年前他为了做实地调查 为了赚研究费所以开始当侦探 而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那个教堂 只不过那个时候教团不像现在这么寄进 只是普通的田园生活组织 他当时一时大意在被干部约出去谈话的时候 被凶手坑骂 那名干部直接当着他面死了 对方似乎知道自己会死 总之之后他就被教徒团团围主 他们都以为他是凶手 当时死的那个信徒是掌管教团金库的管理者 传言说他想接任教子教祖的位置 最后查出来对方死于轻化假重点 他在见自己之前就服下了胶囊 而这个胶囊经过一段时间融化之后 毒素才流了出来 至此都不知道犯人是谁 犯人身上除了胰岛素的味道 还有一股艾叶和琵琶叶的味道 其实信一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会去相信这 众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游记表示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会相信 就和恋爱一样 信一郎不置可否 之后他为了找到叶子的香味还差点被枪击 幸好埋伏在真爱娇的山形救了他一面 迄今为止真爱娇的信徒已经有好几人失踪了 但是公安调查都是一无所获 所以他才潜进去的 现在教团内部也很混乱 已经开始公然反对赵子了 总之非常复杂 信一郎注意到山形脖子上带了个黑色的小包袱 山形告诉他这是信徒们带着的护身符 里面装有药草 离开教团的时候作为守护灵的替代戴在身上 信一郎接过来闻了一闻 发现里面是月桂薄荷还有紫苏 山形告诉他们 药草和这个宗教有极其深厚的关联 而护身符调和的配方是每个人自由决定的 也是自己的秘密 在教团里相当于是身份证一样的东西 信一郎顿时有了眉目 只要能找到这个味道就能确定谁是真凶 两人驱车穿过山洞时却被赵子给半路拦截了 赵子已经知道了山形是公安的奸细 除此之外他有一事相求 明天中午自己会将所有的教徒全部聚集在工厂 希望他可以一个人来 因为他们需要他的鼻子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 但是警方的潜伏调查已经暴露 所以只能同意 组长在一旁批责任说出是了不管救援市的事 众人翻了个白眼怒骂人渣一个 信一郎之身前往了工厂 公安和支援市的众人都在外面等候着 只要稍有不慎 他们就会立刻派出特种部队 他进去以后跟随着众信徒来到了山上的神庙 一进去他就被坑了 神庙里有个通道将他送往了地下 来到地下以后 他就没办法再联系到小乡众人了 接着几人非常暴力地将他绑住 带去了另一个地方 特种部队突入的时候 信一郎已经坐在了车子上 此时公安乱作一团 联系不上人质手机也被关机了 最后好不容易才定位到了一栋废弃大厦 等到了信一郎 才发现他和赵子都被干部们给反水了 他们认为是赵子和信一郎勾结杀害了叶子 因为赵子担心他的地位会被叶子给夺走 接着又有信徒说 他在对信一郎进行搜身的时候 发现了轻化价 信一郎顿食人都猛了 他们这下坐实了信一郎就是十年前的凶手 而支持他的就是赵子 信一郎告诉你他 我才不想参与你们教团的内混呢 只要帮我接绑闻你们的味道 我就知道凶手是谁 说着他便努力地嗅闻起来 他说已经闻到了经过火烤以后 药草就会发挥出更浓烈的气味 而若叶和琵琶叶的气味就是从神代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香甜的花香是提亚雷花 那是一种盛开在大溪地的白花的香味 运用在一种情侣香水里 信一郎告诉他们十年前的案子里也有这个味道 李仓两人闻颜色便赶紧将神代给抓了起来 掀起他的衣服一看果然他的肚子上 有注射胰岛素留下的针孔 这时候特种部队已经突袭了进来 警方以涉嫌绑架监禁罪将所有人都给抓了 而所有干部都想知道神代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被绑走前神代告诉他们 都怪那个女人都怪大元叶子的爱 之后信一郎告诉赵子 那男人的杀人动机应该就是对叶子爱的深情 大元叶子依仗着自己的美貌将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教团内不断往上爬 一旦有人阻挠他就利用神代去杀人灭口 包括十几年前的案子和这几年干部的失踪 而他的护身符里装的就是提亚雷花的香粉 神代爱的深沉将他的香粉也加入了自己的护身符里 但是就有可能成为下令教导的他却抛弃了神代 所以他才怒上心头杀死了对方 根本不是为了争夺教主的位置 说到这里赵子叹了口气 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女白领只是踏实生活而已 30岁的时候去患了重病医生就说他活不长了 一切都变得天翻地覆 直到后来他偶然获得了一次机会 其实那是骗人的 他仅仅只是为了赚医药费 但却有很多人都相信了他 大家都想要听故事听关于自己的故事 所以他就成立了真爱教团 而他的病也奇迹般的稳定了 医生说这是上天赐给他的奇迹 他也真心实意地爱着教团的孩子们 但随着大家的为所欲为 他的病也开始复发 他能感觉到这次逃不掉了 信一郎这才说难怪我从你身上闻到了抗癌药的气味 赵子笑着说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你完全不相信故事啊之类的东西 能在人生的最后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说完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两人在握手时信一郎告诉他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信一郎和尤记在一起时说起这个案子 他搞不懂神代为什么要在身上使用心爱女人的香粉 还听从只是去杀人最后还把他给杀了 尤记告诉他 你之前说你和惠美在一起闻到了好闻的味道对吧 那大概就是恋爱的味道 信一郎一惊 啥 怎么可能是井里的味道 有几百眼一番 不要再玩些阴梗了呀喂